昨天把媳妇扔高送服务区 小天啊 孩子睡了 然后竟然不理我 我那裤子在哪 你真不理我 我昨天那事我就道歉了 小样还真不理人 赶紧找个台阶下 小天 帮我衣服也洗一下 还是看会电视吧 怎么了 你管我电视干嘛 干什么他都看不惯 这还能忍吗 看我怎么治他 今天必须得理我 看样子是睡着了 偷偷把他手机拿走 看你醒来找不到 理不理我 先把手机藏冰箱里 这下应该想不到吧 两个小时后 果然在找手机了 左翻翻 右翻翻 就是不见手机 竟然在抽屉找 果然一运傻三年 厂底下竟然也看看 着急了吧 叫你不理我 问我我就给你了 问啊 问啊 问我吧 还假装不想理我 这架势是想把家翻个遍吗 每个地方都不放过 我会放这么明显的地方吗 这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吗 我感觉他快忍不住了 这是要向我低头了吗 干嘛 你把手机还来 我没拉你手机啊 没拿 我在睡觉 手机在船上好 自己就消失吗 赶紧拿过来 我真没拿 赶紧交出来 我不跟你说 我真没拿 我怎么交啊 你怎么会没拿呢 我睡个觉小时机 他就自己消失了吗 你还自己跑了吧 这是要干啥 要打自己电话呀 完了 忘了关铃声了 这下失算了 我怎么可能放这里呢 就那边响了 完了 快暴露了 你干嘛 没干嘛 看你火线太大了嘛 可以加强弯嘛 拔脸拔脸的自己摸摸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你是想给我换手机吗 换手机没钱 那你为什么还放在地下 谁你不理我啊 有本事你还不理我啊 你干嘛 你干嘛